18岁的信仙嫁给了6岁的小伟 而婆婆只比她大8岁 面对这个牙都没有长齐的丈夫 信仙眼里藏不住的担忧 而18岁嫁给4岁丈夫 终于熬成婆的大嫂给信仙洗脑 说自己养大的丈夫如何温柔 以后的日子如何幸福 婆婆一句让信仙不要让小伟尿床了 就把大嫂的话写得那么假大 新婚当夜 信仙不知道是心绪不宁 还是担忧丈夫尿床迟迟未睡 小伟做噩梦哭醒时 还是婆婆来哄 因为体谅信仙刚来 婆婆便没有责怪信仙 接下来的日子 信仙是又当妻子又当忙 白天要喊撒尿活泥丸的丈夫要爱干净 晚上还得注意不要让她尿床 而小伟也是一口一个姐姐的喊着 对小伟来说 信仙与其说是自己妻子 更像是姐姐和母亲 信仙经常教导小伟可以不当官和妇人 但一定要当一个好人 小伟和信仙的亲戚 应该是家里唯一温暖 信仙的婆婆是一个善良且神意的人 她的人生很简单 20岁嫁给丈夫 结婚第一天丈夫逃婚 第二天丈夫被迫跟自己洞房 第三天丈夫继续逃婚 六年后丈夫重病回来 说了一句对不起以后撒手人寰 婆婆六年的血雨泪就换了一句对不起 26岁就成了寡妇 守着儿子日夜操劳 根算是她妹妹的信仙一起养家 两个美丽的女人 在夜晚独对满是虚空 而其照顾着经常尿床的小丈夫 可以和小丈夫说说话 婆婆就只能夜夜置不到天亮 打发空气的时光 只有26岁的婆婆被折磨得未老先衰 从来没效果 美丽的去笑下 是死水一般的心 只有三嫂被家暴的声音传来 婆婆才会偶尔抬头看一眼 然后有沉寂在绣花中 三嫂是个快言快语的耿直女子 虽然争强好胜 但是因为不能生育 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 为了求得一个孩子逃过每晚的打骂 她偷偷跑到求子洞里 虔诚地去祈祷 去喝象征希望的神水 这天信仙和三嫂去县里卖菜时 遇见一个极其美丽的疯女人 信仙被女人美丽有诡异的气质吸引 三嫂用嫌弃的语气让信仙躲开一点 原来是疯女人是无法等丈夫长大 跟人约会被拉去晨堂 虽然被路过的解放军救了 但整个人也疯疯癫癫 整天刻一些不穿衣服的淫秽石像 但信仙还是去见了这个疯女人 有心上人的她本想让疯女人警醒自己 结果却从疯女人那里拿了一个石像 将她深深地藏在骨堆里 她终究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 信仙的心上人阿炳是一个惜字如今的人 她是家里请来的帮工 每日都像勤恳的老黄牛一样工作 偶尔露出阳光的憨笑 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 却像所有年轻人一样阴眼就互相欢喜 却因为各种原因只能深藏心理 她偷偷地临窗固盘 在油黑的发间插一朵花 听见一点声音就赶紧摘掉 还让小伟不要告诉任何人 地上的花是风吹过来的 李教让他们连爱美之心都是错的 但爱情却不是李教能封锁的 37年前 这部电影让全体中国女性集体躁动 几毛一张的票价 却在国内外创下了数亿元的票房奇迹 只因她描写出封建李教最吃人的一面 作为童养席的信仙爱上了阿炳 爱与李教只能把这件事情埋在心里 为了避嫌 信仙等阿炳进屋后才回房间 然后立刻放下床帘 抱紧这个弟弟般的丈夫来压抑情感 不久后 阿炳做完工去县城打工了 信仙满腹愁上的去找了婆婆 说要帮她织补 过来人的婆婆一眼就看出是怎么回事 把织布机让给信仙 拍了拍肩膀给与信仙同病相连的安慰 然后婆婆就这样做着直播 不久后 寨子里闹土匪 阿炳这些男丁被喊回来保卫寨子 重遇爱人的喜悦 让信仙克制开始动摇架 解放军来村里宣传新思想 说信仙这种关系完全可以无理由离婚时 信仙内心的堤坝开始决堤 一天吃饭时 阿炳偷偷丢给信仙一个红色包裹 信仙没有拒绝地确定周围没人后 偷偷捡了起来 而他们的行为一直被小伟盯着 之后小伟趁信仙不注意时 把布包偷偷藏了起来 本意是想逗逗信仙 却不知这让信仙无比地害怕 一天到晚的东奔西着 晚上做饭时饭菜忘了放盐 想去拿盐罐又拿错成榨彩 婆婆看她魂不守舍的样子 还以为信仙生病了 直到第二天 小伟把布包偷偷放回去 信仙心中的大事才落了下来 经过这件事 信仙再也不想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直接和阿炳确定恋爱关系 阿炳提出信仙离婚跟她走 但信仙一再犹豫推脱 迟迟下不定决心 小伟是乖巧懂事的弟弟 婆婆大嫂也对她疼爱有加 在这份陪伴中 生长起来的恩情与亲情 她不忍心 更狠不下心说丢就丢 两人每次商议无果便自行走掉 不料这一次被小伟撞见了 不懂事的她只知道姐姐要走了 生气的砸毛草屋 之后更是各种搞事来吸引信仙注意 想让信仙不要走 可她的行为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是熊孩子 一次信仙生气地说了她几句 小伟就在桥上哭泣 三嫂连忙过来安慰小伟 竟听见了阿炳要带信仙走的事情 但她并没有选择告明 而是没少暗示地嘲讽信仙不守护道 而跟小伟和好的信仙 也知道三嫂知晓自己的秘密 直接针尖对卖毛地对回去 一次阿炳在看戏时被人打劫了 但对方只抢走她的裤子 这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信仙知道那条裤子是公公的裤子改的 肯定是三嫂故意针对她 但她误会三嫂了 同为封建受害者的三嫂是一个矛盾体 痛恨礼教又维护礼教 她想做的一直是让信仙继续当小伟老婆 并且主动教小伟如何讨好信仙 三嫂为了帮小伟追信仙 大出血地买了一些水果 让小伟拿点信仙 说这是她完命去摘的求好感 一来二去之下 信仙也知道自己误会了三嫂 可三嫂的行为还是让信仙痛苦不堪 封建社会的女人地位有多低 妇女的女子在甲骨文中 是一个跪在地上的女子 两手交叉 温顺地放在胸前 而妇女的父子 则是一个持扫把的女人 象征从事家务劳动 在礼教的世界里 女人除了奉献自己以外的工作 都是错误的 最可恶的是 她们是打着对你好的名义来的 信仙明知她与阿炳的爱情天经地义 可是婆婆一家带自己如此的好 自己该用什么理由来逃脱背叛家庭 不成为童养席的罪责吗 她对小丈夫忏悔说 姐姐不好 姐姐没良心长大了 姐 别恨姐姐 不知道自己拿错的信仙 陷入了强烈的自我质疑 与此同时 婆婆发现了信仙私藏的石像 但她没有生气 而是帮信仙把石像放得更深一些 怕信仙想不开 婆婆到处找信仙 终于在村子惩罚坏人的池塘找到信仙 婆婆一声不吭地走过去 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递给信仙一个斗笠夺水 她们就这样单纯地看着铺 一切静在不言中 不久后 三嫂见信仙没有跟阿炳断绝关系 矛盾的她直接设计桌间来对付信仙 幸好现在是1949年的新中国 在接受新思想以后 一向懦弱老实的信仙站出来 毫不避讳地坦白了两个人的感情 随后鼓起勇气去往乡政府请工作人员 帮忙解除了婚姻关系 离开的前一晚 信仙熬了一晚上 把小伟的棉鞋缝好摆起 随后满怀愧疚地给婆婆磕了头 虽然依依不舍 但她心里明白 这个带她不薄的家 终归不是她的安身之所 信仙走后 婆婆拿出自己手势 让小伟交给信仙做盘缠 还叮嘱她不要走大路 三嫂蹲在那里等骂她们 此时的信仙正在接受大嫂的送行 送信仙最后一程 小伟哭着喊信仙不要走 信仙安慰她不要哭 自己会常回来看她的 婆婆一直盯着信仙离去的方向 思考自己接下来的一生 婆婆和大嫂这两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并没有计分抱怨信仙 而是支持信仙的做法 她们似乎在信仙的命运转折上 看到了女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隐约寄托了自己一点点模糊的希望 故事的最后 陈雾漫过山崖 疯女人褪去了身上的衣服 走进潭水中 直至消失在水中 当旭日东升 火红绚烂的曙光洒下 飞铺卷起的水帘时 勇敢的信仙之身走进了新的人生之路 本片名为良家妇女 到底什么才是良家妇女 像甲骨文的妇女形态还是什么 儒家提倡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可一大堆女人 还是成为了礼教的牺牲品 能帮助她们的只有自己 婆婆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而没有刁难而惜信仙 反而赞成她离婚 追求自己应得的幸福 因为婆婆们和信仙们 都是身不由己 她们所在的时代 不允许她们有自己的意愿 只能照着上一代人的思想和模式生活 否则不是被说三道四 指指点点 就是被沉堂或者进猪容 命如草剑 电影中的疯女子 就是反抗的下场 压抑已久导致女人的集体无意识 她们失去话语权 失去自我意识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她们匍匐在父权父权的重重压迫之下 从来没有自问过哪怕一句 这公平吗 她们接受已对你好为目的的礼教洗脑 因为其他女人都是顺从 你也必须顺从 然后千百年来 女人一代一代 永远跪在地上 谦卑而驯服 并认定那是必然的命运 可悲可叹